风格展现一直都是服饰搭配中不可忽略的关键点 想要穿出高级感 那就一定要学会挑选穿搭风格 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 才能将个人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 使用大V领服饰打造穿搭的时候 肩部的部分宽度会被隐藏 所以可以在穿出优雅感的同时 将端装美呈现出来 而且黑色具有一定的收缩感 在提升穿搭显瘦效果的同时 还能起到提亮肤色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 优雅和端装这两种美感并不是单独作战的 它们经常会一起出现 打造优雅穿搭需要做的是提升温柔感和女人味 而在穿搭中融入端装感 则需要大家尽可能地保持穿搭简洁度 大多数可以提升端装感的元素 都是设计相对夸张的 为了保持穿搭简洁度 年年建议大家在搭配的时候 尽量选择纯色款式 色彩统一之后 就算服装的设计是比较夸张的 打造出来的穿搭也不会暴露个人缺点 穿搭小白可以参考一下杨子的搭配思维 用黑色的大V领服饰或者方领服饰打造穿搭 这些服饰都有一定的设计感 而且可以将肩部优势展现出来 倘若大家的肩部有优势 也可以使用一字肩或者吊带裙打造穿搭 通过直接露肤的方式来放大肩部优势 它们可以与衬衫西装或者小香风套装组合 这样的组合显瘦效果和吸睛效果都很好 而且可以轻松穿出女人味 比起头饰 这些用头发打造出来的小细节 更容易提升精致度 大多数人看到杨子这身穿搭都会感到眼前一亮 虽然服装的配色显眼效果一般 穿搭中也没有加入太多夸张的元素 但它依旧能将优雅端庄的美呈现出来 不得不说 这种搭配方式是完全不挑人的 搭配是否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细节部分的处理 倘若大家喜欢 不妨自己去尝试一下哦 吸睛 没有 可果 只能找来 更多了 不得来 不得来 不用 不得来 感谢观看